朋友们 极酸极辣 随便一探真假立线 八条一号 俩人四五四 兄弟 你看 泰兰 我的前辈 翻菜谱的时候 你看见陈小青没有 开两个话 那是你的前辈 知道你是我的什么 我是你的亲人 你是我的宝贝 煎土豆 32 把土豆蒸熟了 炸了一下 表面是一个薄薄的小葱壳 里面还是比较软面的 我觉得它是新土豆 有点微微的发色的味道 当然 就是一个小吃 中规中矩 煎猪肝 46 肝够厚的 只有5毫米厚 肝很嫩 刚刚熟 还有点淡淡的粉红色 这种小管能多到这种水准 这值得一杂 黑椒汁是很简单了 就是某品牌的黑椒汁 简单的调了个味 勾了个芡 肝煎的还真有点 有点XX 味道也不错 这估计蔡兰先生的口味 应该才能接受 炸竹虫 68 好歹是云淡菜了 不挑战一回不行 这不是我家 这家巧用的东西吗 我店里好像没有这么长 里边肉还是油少量的汁水 没有异味 气嚼就表面含了一部分油 好吃吗 我也不说好吃不好吃了 马上满足一下猎奇心理吧 煌哥们也吃过虫子的人 肘子春饼56 这饼一看就是鲜烙的 不抠嗖的 多个油 煎的很香 它这肘子没有东四民方酱的味儿那么透成 中间部分不是很入味儿 就是一个很家常的烙米卷肘子 就是一个很家常的烙米卷肘子 其实这个很家常是一个很高的评价 虽然说简单 做的不凑合 牛肝巴蒸豆腐68 这个牛肝巴近似于四川这种辣肠 尝尝豆腐 这个豆腐它是有底味儿的 把辣制品的香味和油都蒸到豆腐里边 这个倒是挺香的 但是不适合我的胃口 我这两天不能吃辣 所以有一点点辣我都受不了 大理酸辣大黄鱼128 倒一口豆腐 朋友们 极酸极辣 豆腐把这汁吸得满满满满的 我给你们尝一口鱼 哎 兄弟哥真不行 真怂了 真吃不了真够辣 那不给你们吸点了 挂挂挂挂 我来听听你尝一口 鱼肉极鲜极软 极嫩 虽然酸辣不错 但是完全没有比较强 肉本身的味道 三种味道如同特别强 今晚最后的小理材 真假的鲜 好 我们做个总监 这是个454 基本上三十的量 这个鱼我不敢吃 足唇一般 其他菜做的都可圈可点 原来我可能出来吃饭少 这位探店才知道 这小馆子也能给人惊喜